菲娜族歌手用歌声传递对家乡思念 歌词中提到家人植物吸水 而这些抽象音符则是由排湾族艺术家 伊旦巴瓦隆用文气刻画方式重新诠释 我刚看到那几个白色的点 我就知道他在替我把那个很重要对我来说 那个芒草花那摇曳的感觉 但是他又更深沉更进一步的去 去用排湾族神话里面这样子去呼喊 呼喊妈妈的那种心情 做更深入的诠释 我觉得不但有做到 而且还让我们更宽广 这是音乐公司首度打造的回游音乐画展 在华山小客厅展出20件一旦巴巴巴弄的作品 其中13件更结合原住民族传统歌谣 包括浩恩及当代乌克利利大师 Daniel Ho两位音乐创作者歌曲 艺术家在创作中 掌握音乐意境 藉由刻画线条鲜明配色表现 看到他使用的颜色我知道 也许我们头脑里面有一些共振 有一些共鸣 然后他可以替我们把音乐的颜色表现出 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鼓舞 会有你知道那种音乐就律动起来 在脑子就真的就鲜明起来 对我来讲这是很特别的经验 这13张的创作内容 因为有很多民族的歌谣 有的是庄严的 有的是有趣的 每一个民族也有夏威夷的音乐 像身后的这张作品就是一个州族勇士 他在唱那个州族的这个影神的曲子 然后一个勇士他的羽毛在飘扬 然后很庄严 所以我就让颜色让他简单化 然后呈现一个很自在的 这个在风中的一个勇士 音乐转化成画作 画作呈现旋旅 艺术与音乐产生碰撞 让许多人回忧在音乐雕琢出的美丽 加总赞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